下面咱们就要来说一下这个Data Augmentation 所谓的Data Augmentation的意思 就是说咱们现在要做一个数据增强的任务了 什么叫数据增强呢 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当咱们在利用这个卷积神经网络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咱们有一个潜在的条件 我们要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数据的量 咱们要通过这个量来去把这个模型的效果给它提升起来吧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提升这个量呢 一方面就是说我们需要取得更多的数据源 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人能检测 我自己的去手工的去收集各种各样的图片 然后把它收集在一起 这样咱们的一个数据源不就提高了吗 其实咱们还有一些人为的办法 就是说原始数据比如说你有十万张 那原始数据这些是不变的 咱们不往底再进行一个添加 但是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事 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有这样一个猫 我们看对于这个猫来说 我给它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我可以给这个图像进行一些变换吧 咱们想一想就是说现在这个猫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我写了一个1 这块写了一个2 这个1和2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吧 但是它是不是都是猫啊 所以说我可以对原始的输入的数据啊 进行一些变换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操作啊 就叫做一个Data Augmentation 然后呢咱们变换完的数据啊 它的Label是不是一样呢 Label咱们要保证一点 所有的一个数据啊 它的Label都是不变的 1号是猫 2号也是猫 这样呢 咱们现在对比如说有10万个数据 我对10万个数据都进行一种变换 现在不就变成20万了吗 也就是说啊 咱们可以通过这样种方法 对数据进行一个增强的操作 好 那么咱们就来举例子说一说啊 就是对当咱们想去做这个数据增强的时候啊 咱们该怎么样去做呢 其实啊 这种方法是非常常见的 基本上大家在做一些图像识别啊 或者尤其是计算机视觉上面的一些任务的时候 图像增强这个东西啊 是用的最多最多的 不是图像增强 是数据增强 咱们通常情况下 要把数据进行翻好几倍 不止那么两倍 也不止四倍 通常情况下翻十倍 翻二十倍啊 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我要翻倍啊 我该怎么样进行一种翻倍的操作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首先啊 一种最实用的方法 就是一个旋 就是一个翻转 我们看啊 对于左边这个图 这个猫 它是往哪边做的 它的屁股是冲右边的吧 然后呢 对于第二图来说 这个猫的屁股是不是冲左边了 也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可以对这张图像 进行一个水平的翻转 这种翻转操作啊 是咱们最常使用的一种手段了 这种手段啊 就是说啊 基本上以后呢 你是无论是 只要是做计算机视觉方面 做图像方面 你肯定是要用这种翻转的方式 因为呢 这个翻转完的图像 它看起来是特别清楚的 没有任何噪音 也没有任何瞎思 只不过说 把你内容发生了一个调换而已 这种操作啊 是最常见 也是最实用的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还有啊 还有种方法 就是也是经常常见的 就叫做一个random crops 一个random crops的意思啊 就是说 对于当前的一个数据 我们看这是一个猫吧 那现在咱们来想一想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任务 或者说有这样一个挑战 在这话吧 这块比较清晰一些 然后呢 我要做一个人脸检测 我在做人脸检测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 一个图像当中 有一个人的大脸 然后我可以给他 很容易的检测出来 但是呢 对于这样的任务来说 比如说 对于一个图像来说 这里发生了一些遮蔽现象 只出现了人的半个脸 这种情况下 你还能检测出来了吗 好像在咱们去年数据集当中啊 没有这个东西啊 那怎么办呢 这种遮蔽现象 在咱们的一个实际的场景当中 是不是非常常见的 咱们想做一个 真实场景下的一个人脸检测 是不是说发生遮蔽现象 或者是在一个密集人群当中 这种现象太常见了吧 那怎么样去做这件事呢 一方面咱们可以把模型 或者是把咱们的算法进行更新 另一方面啊 咱们就要从这个数据员本身去出发了 咱们来想一想 既然啊 你想得到最终的结果 是说啊 可能出现半张人脸的 那我在训练的时候 我就让你这个网络认识半张人脸 不就可以了吗 比如说现在啊 我把数据进行了一个变换 数据当中 我就人为的加上一些遮蔽现象 加上了这个遮蔽现象之后 我需要这个神经网络啊 还能够认出来这个人脸 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 那么这件事怎么做呢 这件事啊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就是一个random crops 这个random crops的意思啊 相信大家已经看出来了 就是说 对于右边这个图啊 正常比如说 它是有一个大小的 然后呢 我指定这样一个窗口 比如说 我可以指定一个200 然后乘以200的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啊 在这个图像当中 随意的去圈一些图像出来 随意的圈一些图像出来啊 比方说 我现在圈10种图像 在这里圈10个框 那是不是说啊 既然我们是一个随机的圈 是不是咱们圈完之后啊 不同的地方都有啊 可能有的地方没有猫耳朵 可能没有猫爪的 可能没有猫屁股是吧 可能啊 都是反正什么样都有可能 因为咱们是进行一个 random的操作嘛 所以说 当咱们进行完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裁剪 操作完之后啊 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种啊 发生遮蔽现象 或者说 残层 或者说是 反正就是参差不齐的啊 什么样的猫都有 那么这种情况下 并不会使得 咱们最终的一个 test的结果值会降低的 反而会使得 咱们的模型啊 它的一个泛化能力更强吧 因为这种情况下呢 我不管裁剪出来什么东西 我都会给这样一个图像 就是咱们裁剪出来的东西 给它打上一个标签吧 都会说 它是一只猫 所以说 这种情况下呢 网络啊 就会学习到啊 对于这种啊 对于这种啊 长得不全的 缺个耳罗的 我缺个耳罗的 我看着它的眼睛 看着它的胡子 看着它的嘴 它也是只猫 缺爪子 它也是只猫 缺任何地方呢 它还是一只猫 这种东西啊 也是咱们经常去使用的 也就是叫做一个 random crops 然后在这里呢 大家啊 需要指定的一些参数 就是不是见得那么好选 就是说 你不要进行一个裁剪吗 那你裁剪的一个H 和一个W 分别等于多少呢 这个值啊 并不是很容易进行设置的 这个值怎么办呢 还要通过咱们 实际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 一个问题来了 你需要考虑一下 我裁剪到什么样的情况下 还是比较可理呢 或者说 干脆我都不知道 怎么办呢 咱们先跑战模型 random crop 咱们进行随机嘛 第一次指定一些参数 第二次又指定一些 大小不同的参数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最终测试效果怎么样 拿最终测试效果来进行评估 这是一种最科学 也是最可靠的一种方式啊 这个是咱们非常重要的 咱们可以进行啊 一个random crop 当咱们进行完之后呢 模型的放号能力啊 应该是更强了 但是呢 在咱们训练级当中啊 不见得 它的一个效果会更好 但是在测试级当中 它的效果显然会提升一些的 然后啊 当咱们在进行一个数据增强的时候 还有一些操作是非常常见的 这里要给大家说两种啊 咱们比较常见的现象 就是一个translation 还有一个rotation 咱们来这块来画一下吧 对于这个猫来说啊 我们来说两种非常常见的现象 还是在这样一个位置 然后在这样一个位置里呢 我给它进行一个平移 比如说让它整体往右移 哇 这个猫耳朵 我给它画这个位置 然后呢 整体往右移之后 它可能就到这块了 它的爪子啊 可能另外一个就出去了 也就是说呢 咱们一个图像的平移操作啊 是非常常见的 这是一个平移 然后用t来表示 它叫做一个translation 然后呢 还有一个翻转 不是翻转 就是一个角度的改变 角度的改变 我再画一下 角度的改变啊 比如说在这里啊 有一个角度 正常一个猫 它是正常做的 然后呢 翻转之后啊 这个猫可能倾斜一些 就是可能朝着一个地方 进行一个倾斜了啊 这是一个 反正反正反正就是这只猫 然后它可能就是倾斜了一些 我们管倾斜啊 就叫做一个rotation 这是啊 咱们经常做的两种方式 就是进行一个反旋转 或者说是进行一种平移的操作 那么这种操作 是不是说咱们要单独的拿出来 比如说啊 我第一张图像 我往右平移五个 再往左平移五个 然后往左旋转 那么时度往右再旋转时度呢 通常情况下 咱们不是这么做 咱们怎么做呢 咱们是把这些可以执行的操作 组合在一起 比如说 这个猫来说呢 我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操作吗 我要把这些操作啊 组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 我指定一个范围 咱们在这里呢 我可以指定一个 咱们平移的范围 比如说平移 我可以指定啊 咱们从-20 就是往左偏移20个像素点 或者一直到往右偏移20个像素点 然后呢 有一个rotation 这个rotation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角度的旋转 我们可以让它往左旋转 那么20 往左旋转那么10度 然后呢 再往右旋转那么10度 这些啊 都是一个区间值 然后呢 当咱们实际做的时候啊 其实咱们是在这样一个区间上 进行一个随机的选值 比如说我一个随机的时候 我找出来了啊 它是要旋转那么正8度 然后呢 是往右平移了那么正5个像素点 每一次啊 咱们都是进行一个随机的选择 而不是说咱们人为啊 加上一些人为的紧速啊 咱们通常就是说 对数据啊 咱们都要进行一种随机的选择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翻转啊 咱们都是进行一种随机的选择的 那么这个啊 就是咱们关于图像增强啊 它的一些概念 其实呢 这个东西啊 是蛮重要的 就是这里给大家写了 如果说 大家在训练CNN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当中啊 咱们用 需要用大量的数据来进行迭代 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就是为什么啊 在90年代的时候 卷积神经网络就已经出现了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火呢 一方面来说啊 就是因为啊 在当时啊 一个计算的性能比较差 另一方面呢 当时数据量也太低了吧 咱们没办法去获得这些数据 现在啊 咱们的一个数据量就多了 其实呢 咱们在做一些 比如说一些常见的事情吧 你要做人员检测 网上公开的数据集啊 你能下到图像 我觉得就不下那么一百万个了 可以说 有很多种公开数据集啊 都包含这些数据 当咱们实际的做一件事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更广泛的搜集一下这些数据 然后呢 拿这些数据啊 来去看一下啊 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种增强的操作 会使得最终的结果发生一个比较不错的一种提升的现象 好